每年的10月份是全美家庭暴力觉醒月 国会议员赵美新联合了凯撒医疗集团等等多家社区团体 在今天举行了记者会 呼吁社区民众为家庭暴力受害者捐赠生活物品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活动强化社区对于家暴问题的关注 并且表达对受害者的关心 美国每隔几秒钟就一起家庭暴力事件发生 其中的受害者既有女性也有儿童和男性 可以说家庭暴力事件已经成为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为了帮助那些受到家庭暴力伤害的人们 国会议员赵美新已经连续七年在全美家庭暴力觉醒月来临之际举行募捐活动 以唤起民众对家庭暴力问题的关注 本次为家暴受害妇女及儿童举办的募捐活动为期一个月 主要鼓励民众捐赠衣物化妆品手机家庭清洁用品 以及学生用品等 赵美新议员希望民众在关心家暴受害者的同时 能够给他们一些实际的帮助 与此同时在新闻发布会现场 主办者还邀请到了一位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以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家庭暴力对他造成的巨大伤害 同时鼓励其他受害者勇敢地站出来摆脱家庭暴力展开新生活 本次的捐助收集活动还将于10月22日的早上10点到下午4点 在Westfield West Carolina举行一场特别活动 现场将提供防范家暴信息咨询 而凯撒医疗集团下的数家医疗中心 在本月内也都会接受民众的捐赠物品 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参加 陆日城十八台记者Corena采访报道